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2012神秘夜》第四節 今天主題是《Snuff Film》 剛才我結尾到第三節的尾聲時 我就說有《Snuff Film》這件事 其實我不會讓你們看 因為我讓你們看 我就錯眼監 我也沒有看過 很肯定我沒有看過 我找不到 但為何我用這個結論 這一節我告訴大家 但未告訴大家 其實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Snuff Film》這件事 什麼時候開始傳 和為什麼會傳 《Snuff Film》這個字 現在很明確地找到什麼時候出現 就是在這個文訊事件 沙朗蒂被殺之後 就開始有一個記者叫Ed Sanders 寫了一本書叫Family 書裡面提到這件事 就是說有一群文訊的那群人 其實當時他們除了去做這些販毒殺人之外 他們還是拍片 拍片的動機就是 我們說了一隻 他當作拍片 我們拍片沒有藝術水平 我們追求另一件事 就是他在片途中殺了一些人 殺了一些人的動機是純粹因為拍片 裡面的人其實就好像剛才我們說的宮崎勤 就是全部都是小朋友 就因為美國開始有一個關於《Snuff Film》的傳說了 馬傳下來的時候就說 很多小朋友就發現他們其實是在外地運進來 然後他們就被擄走這些 就是根本是在外地擄進來 然後就拍片 在拍攝過程中被殺 怎樣印證有沒有這件事呢 就是在1969年的時候 美國在某一個鎮 找到大量的白衛尼 當他們看了《八蠻尼》的片裏 就發覺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就是小朋友被強加 那些真的是《Snuff Film》 那些是《Snuff Film》 那些是《Snuff Film》 但問題就是 直到現在他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哪裡發生 找不到裡面的人 找不到,不知道是什麼人 不知道在哪裡發生 於是有這些傳說 其實就是有一個集團 他們專門進入孤兒院 或者其他地方的小朋友進來 就是拍攝這些東西 這個傳說一直有人否認 就是根本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到尾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 都市傳聞 真的有這些事件 例如說有這些小朋友被殺 又被拍攝 但都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類似連環殺手那些 不會變成一種叫賣賣 是的 他就不是故意有一群人要看這些電影 而有一個集團 有一個發行的制度 有一個俱樂部 有些人就付很多錢去看這些電影 一直說沒有這件事 但是到了近年 就開始否定了這個… 似乎我個人覺得是否定了這個說法 就在公元二千年的時候 事隔幾十年之後 英國搜到一大批的碟 我忘了是碟還是卡奏 這個經營的人就是俄羅斯的人 裡面就有了剛才那些東西 原來有一個放映的票價 大概是五十磅至一百磅 看一次 甚至是知道哪一班人看 是 每人卡在那裡找到 是的 這個就是一個… 這麼嚴重嗎 是的 這個就是一個集團 於是剛才企圖第一節說 有沒有的時候 其實就是… 在這些… 曾經是鐵幕國家的地方 似乎真的有這類的集團出現 是 那Cater的固限是甚麼呢 就是有剛才你說的意大利 是 其中一個就是英國 另一個就是意大利 當然不一定在這些地方 是 但是在這些地方有… 為什麼會爆出來呢 就是… 不是說只是因為蓋爾 可能是一個新聞的… 傳媒媒體的發展比較強 是 就是有這些東西會爆出來 就不是說這些東西在其他地方沒有 可能在其他地方… 都有 不過很隱蔽 是的 就是根本… 你到這個記者上報的時候 已經是完全… 沒有那麼容易查到你出來 完全是查到出來 這個呢 我就覺得… 就是… 單憑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本身 其實大家都… 若果可以估計到 這個Nuffin的存在 都幾… 相信… 我相信現在應該是有的 是 但是是不是好像… 去到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就是… 那本書 講文信家族出現的時候 就有呢 嗯… 我就不敢說了 我覺得… 文信家族那時候 都是六十年代的時候 末期啦 我懷疑… 真是… 很早都有 末期 但是你說 如果好像一個… 就是… 有觀眾… 就是訂閱 是 說我要看這類的戲 然後… 我要… 你拍了一部片 你拍了一部片 我看一部片 我又覺得… 這個是因為近年才出現的 為什麼我估計是近年才出現呢 就是因為近年基於網上的發達 和錄像的技術發達 是導致到這件事 是… 越來越容易拍了 容易去做這件事 就不是說 因為… 那個文信家族 他… 他單單一個人 他做起了這件事 然後有一個集團 他做了這件事 我就很懷疑 就是那個集團 本來是不是這麼早 這麼早發現 因為… 起碼一樣東西 起碼在這個… 就是蘇聯解體之前 就是… 北那個國家 我估計應該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嗯… 就是共產主義的陣營裡面 應該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是一個估計 另外一個是… 就是… 資料的來源在哪裡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就叫做《Gods of Death》 那個作者是一個… 以色列的… 應該以前是做散兵的 然後轉了做… 私家政譚 為什麼他寫這本書呢 這本書是1997年出版的 他就自稱他大概在80年代的末期 就看過一套snuff film 不是他想看 是因為… 他們… 工作期間抓了某些人 找到一套片 他看完回來 他是整晚睡不到 就是因為裡面那個… 其中的主角就是個獅女 那個影像不斷在那個… 這個也是我所說的 如果是Gene的snuff film 近次這些… 其實如果他的影像大 你也… 你那天晚上也是… 那個影像培會在你腦海裡 就不是… 好像你想像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看完真的很不開心 他也跟另外一個… 專門研究色情文化的一個美國學者 那個學者我聽過的 Catherine McKinnon 很出名的 是法律專家來的 就談過這個問題 這個… Catherine McKinnon 就叫他追查這件事 他就聲稱這本書 就是追查這件事 就是整個過程就是追查這件事 就是… 大家都不需要去追查這本書 因為百分之九十裡面的東西是廢的 就純粹說他追查的過程 是追查不到… 是追查不到… 那些過程追查不到? 那就是… 百分之九十是追查不到 是走運整個歐洲 但是其中一件事值得在這裡說說 就是… 他查到差不多 他就… 他開始找到一些微目 而且他找到一個相片 就是一個snuffing的相片 是 當時羅伯迪利路 就釋跡他在搜尋一個 大概接近內容的故事 是 就透過人找他 就… 想找些資料 找資料 於是他就跟他一起看了這個相片 那事後呢 他有一件事很不開心的就是 他覺得羅伯迪利路對裡面的事情 就毫無反應 就是覺得很純粹看了一部電影 那麼簡單 他在搜尋的電影本身 也用不到裡面的資料 是 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很懷疑一件事 就是… 我看了一本書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感覺就是 究竟他寫的東西是堅還是流 因為… 是 一邊說他追查過程 就是十足的情節 就是可以拍荷里活電影 還有裡面又碰到一些名人 就是羅伯迪利路 但是我再查的時候 的而且這本書出了之後 美國那份報紙叫《New York Daily Post》 就走去問羅伯迪利路 你是否看過這樣的視頻 好像書一樣說的東西 是 但是那裡羅伯迪利路 就沒有自己出來自己去答這個問題 就用了他一個犯人 自己的犯人去說 他就說 羅伯迪利路現在不在哪裡 所以就不能夠留言 如果他真的看過的話 他也不會跟一個陌生人 去分享他自己的感覺 我就看下去覺得 他似乎是證實了他真的跟他看過這部電影 這個也是側命精役 你不要管他到最後查不查到這件事 起碼有一件事可能發生過 就是羅伯迪利路也看過 不過他沒有給任何意見 沒有給任何意見 但是你要用一個很關鍵 一個很嚴謹的態度 你就可能說 即使他們看過 大家覺得這部電影是狀態 但可能未必是 可能羅伯迪利路看完之後 可能他看了就像看這部電影一樣 你要有一個鑑證的過程 如果真的要認證的話 這個鑑證的過程 就是他寫這本書的原理 因為他覺得他找到一部電影是不夠的 其實就要找到後面拍攝那個人 以及整個發行的過程 即是那個制度 但他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在英國他們試過去過一個地方 我忘記是英國還是美國 就是有一群人看這些片 是 給一個很貴的價錢 即是他聲稱有一個組織 即是他聯絡到的 是的 他可以去到那裡 跟一群人一起看這部電影 他要留意值得人看這部電影的反應 就是原來他們一邊看又打飛機 是的 即是有那種叫做 性興奮 對 興奮 這個就去到最核心的問題 是 原來有些人喜歡看這部電影 而他看這部電影 就是要解決他的性的問題 是的 其實當你去到深入研究 我們中國有一個字 我們廣傳片都經常用碟血 什麼 碟血 碟血相互碟血 碟血相互碟血 碟血的效果 就是等同於你看這類電影 或者看一些叫性的效果 尤其是一種叫淺血的效果 這種效果是令你產生了無名的興奮 性興奮 性興奮 這種就叫做碟血 但是碟血是怎樣來的 老實說我看了這些 我真的不太興奮 你馬上縮 哈哈哈哈 不要笑 其實裡面有一個 是一個人縮開 不要想到 剛才剛才說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說什麼 對 不是縮開 不過碟血 我看過一些心理學的資料 都是提及的 因為碟血的那種心理現象 等同於有些人 或者他未必是一個叫做反常的人 可能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突然之間他會看到一個死屍 或者現實的死屍 他會產生了一種叫做性興奮 這種就是其中一種 可能他自己都不明白 而且時候他會很害怕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反應 但是他說這種反應 就是牽涉到碟血效果 就等同於 如果你去到一個叫做原始人的時期 其實因為那些原始人 有時候 當他會狩獵 或者去做一些找食物的時期 或者他要跟別人 就是他為了自己生存的時候 他要跟別人搏鬥的時候 他也會經常有一種叫做淺血的經驗 而碟血效果 其實就是反映到那時候的那種狀態 就是當他可能是一個人 那種血的淺出來的時候 那種血的淺出來的時候 或是那種血液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他會產生了一種無名的興奮 這種興奮 裡面有一種叫原始的反應 不是你理智那麼容易可以控制得到 你說這些都不是那麼奇妙的東西 我自己看了拳賽多 我也看到真實的場面 就是當一個拳手打到爆肝的時候 台下的觀眾 包括女性觀眾 部分女性觀眾 是有莫名的興奮 對 這個距離很適合 還有羅馬鬥獸場 其實人們在研究特別效果的時候 都是在說這種狀態 當你一個人 可能你活生生離 殺死了一隻動物 或者你被一隻動物親眼看到 那隻動物咬死一個人 他會在官者 他會產生那種無名的興奮 其實不是他自己理智 他可以控制得到的 是一個普通的人 你也會突然之間 受到這種情緒的波動 這個也是我們剛才說的 為什麼會 因為你看到這種事件 又會變成推到藝術層次 就是那種影響出來 不過我覺得要分開 比如說你去到一個美學層次 觀賞會比較抽離 因為你始終會強調 那樣東西是一個戲劇 是一個假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看到那樣東西 是性興奮 甚至有些可能性 唯一的令到你性興奮 就是只是那樣東西的時候 那就一定是精神有問題 會變成一個叫做迷區 你可以說是心理的迷區 但是最糟糕的是 似乎有這種興趣的人 在歐洲是不少的 是 相當之多 尤其是 為什麼會去意大利多 他們自己也不得不否認 因為可能他們牽涉到 羅馬鬥秀場 一直帶來的 他們那種… 那種基因 對 對 對 他基因 而且如果以那個人去… 最經典的就是 我們都不得不提 那個小說家 Thomas Harris 那裡叫《沈蜜的羔羊》 那個食人肉的醫生 他在第二集的那一部 那個故事 他也說回到意大利 那個時候 在意大利裡面 他就告訴你 犯罪和藝術 結合 有機的結合 他最主要是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說 很多時候藝術的源頭 你會看到 你不得不提 藝術 來帶來一種叫做 那種叫做 那種叫做 效果 有時候 就是很原始性 裡面牽涉到 我們那種叫做 叫做喋血的基因 那個主題 是不得不否認 但是說回那本書 到了尾後 他查這個集團 最後一個地點 就是藍斯拉夫 就是打內戰的時候 很厲害 對 最不幸的地方 其實他找不到一些很確切的證據 但是大概知道 應該是藍斯拉夫解體的藥 就是藍斯拉夫解體的藍斯拉夫解體的藍斯拉夫解體的藍斯拉夫解體 而很快 就是藍斯拉夫解體的藍斯拉夫解體的藍斯拉夫解體 那種保護性相當強 強到有人很專門想找他的線索 蛛絲抹跡也不能太容易把他起底 共濟會期也被起底 近年在歐洲最猖獗的就是俄羅斯的黑幫 第一件事是他們的組織而密 第二件事是他們根本有一個高度軍事技術的支援 因為很多在官方養不起全蘇聯的特務和特種部隊 都是因為蘇聯解體之後加入了黑幫 所以現在他們和意大利或外爾蘭 基本上已經慢慢在歐洲不夠抽 所以如果他們這些黑幫去經營這種生意 我覺得邏輯上的推理都相當強 你認為從此這樣的推論其實是存在的 當然不代表你很喜歡做這件事 他純粹覺得既然有這樣的需求 很難說 而事實上是東歐很多地方出現孤兒 這是事實 這些孤兒就像去年去看的那部 說到烏克蘭的少女被拐大 還有一件事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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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人們沒有再去追查 就是之前的海地大地震後 新聞上也提出了很多孤兒被帶走 即是立即帶他離開的海地 究竟想帶他去哪裡 那些是甚麼團體 你會看到那時也變成了一個新聞 但後來也沒有再去追查 是的 不過這樣說 我覺得即使是這樣 又不要說到Snavium這件事 已經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東西 我似乎相信一件事 就是國際上對這個現象是不容許的 是的 這些每一個國家的政府 如果知道有這件事的話 也有一個相當強的追緝動力 是的 所以我覺得始終是局限於一些 有的話是局限於少數的地方 是的 還有你會看到Snavium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 但是照片就不難 哦 即是相片 相片是不難的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會在回聯網看 有些很突然的相片 突然之間流傳在網上 但到了某個時期 然後全部都抽走 是的 那些相片 你會看到始終容易把它丟出來 片則比較難 這個東西也對 因為現在互聯網上 赤膏已經放得寬鬆了很多 很多令人不安 或者很血腥、很色情的相片 基本上都不難找 甚至沒有所謂過濾的過程 例如看這些我們也沒有所謂 你一定是18歲才能看到 即是很容易找到的 但問題是甚麼呢 由於互聯網的發達 很多時候你不知道這個相片的背景是甚麼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加工 所以很難去證實那個真偽 和出產的地方在哪裡 即是最嚴重的 整件事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Snavium 其實是很容易回答你的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很嚴謹的程序 你跟著你問我 Snavium的生產過程是甚麼 從哪些集團去操縱呢 那就很難搞了 對 難搞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互聯網就變成了一種 不知道是不是叫進化 總之有一種叫變形 變形最主要是甚麼呢 在五、六十年代 剛才第一節開始說的 有很多百米來拍的Snavium 他們主要是一種生意 在賺錢 但現在互聯網 有時你會看到一些片段 其實有那種成分 但它不是賺錢的 純粹是發表 這個也是阿紀圖說得很對 現在互聯網這麼普及的年代 很多時候去做這些事 它不是利益的動機 是要出名的 結尾就要看一個例子 前一陣子大家記得 加拿大發生一個很驚人的謀殺事件 有一個中國在武漢過去的男生 同性戀 被人肢解 肢解之後 他部份的屍體寄了去加拿大的某個 不知是政黨還是政府部門 那個主角就是一個人 叫Luca Minota 這個已經是假名 他是一個色情電影的主角 但可能他的演劇的生涯 都去到不太如意 經常被人恥笑 於是他開始在網上做了一些舉動 就要虐待小動物 大家沒有留意到 因為他虐待完小動物 拍在網上之後 然後他就犯了一些案 當然我不是說兩樣有因果關係 而是很多時候 我要再詳劫 我第一節說的就是 當你看到一些人 他是很將這些虐待 不知什麼動物也好 片段他放在網上的時候 其實他慢慢就有這個傾向 如果你不再去按住他 或者幫他手醫治他 他就會慢慢走到一些很危險的方向 越來越升級 對 越來越升級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現在這麼多虐待的新聞 真的不要 尤以輕心 不是純粹說 愛不愛護動物的問題 而你看到做人本身 他似乎有一點 有可能他出現一些心理的問題 對 這個變成了一個社會現象 對 因為你會看到 他那時候變成習以為常 他不覺得那個是有問題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對 但最後我都想問到紀徒一個很老土 很老土的問題 我回答這個問題 又不是認真合適 為什麼呢 你是電影人 寫到這類劇本的時候 你們自己有沒有一個 輕說 有一個心結 就是 人們看了會做些什麼 有想的 有考慮的 因為他… 而且… 其實最好做一個舉例 因為… 就是… 呃… 那個最好的舉例就是 找我們的老友 優麗圖 人欲叉燒包 人欲叉燒包 是不是也要舉這個例子 即是不舉這個例子 我們香港片面目無光 不… 我想不到 其實… 你沒有反省嗎 我有寫過叫容詩奇岸 不過那個就是大概理性修飾 那個就變成沒有去到Ian 日那麼盡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人欲叉燒包 就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因為當年 優麗圖 他也有說回這部電影 他在拍攝的情況的時候 他純粹用一種叫做創作的角度 他想去到一種很盡 就是一個叫做香港片的局限 而是以前未達到的一個水平 但是他那時看香港的歐美 就是很多電影 他覺得他有很多的處理方法 他可以做得更激一點 更盡 他當時有這種去法來製造 但是他說他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種心情 有一種叫做興奮的心情 等同於他拍攝的士判官 他和王周生都說 那時候去到盡了 就像興奮了他 但是他拍攝完之後 他又要經過很多藝術性的修飾 因為他要剪接 我始終強調一件事 就是一個電影人 他應該很自覺就是藝術的抽離 對 你必定有很多方法 令觀眾不斷認識到 甚至有意識或是沒有意識 他看的是戲 不是真實 他經歷到那個過程 所以一個很好的 剛剛臨近這個題目的 尾時有舉例 他就是當他拍攝的時候 那個狀態 到他後來的剪的時候 他已經是 整隊的人都覺得 是一種受苦 為甚麼他會這樣拍攝 怎樣剪好他呢 因為他已經開始面對一個 很理性的問題 第一 他要怎樣剪好他 第二 他要面對那個赤道問題 他也覺得 他會覺得他也是一種受苦 因為他本身 他在開頭的時候 他由創作變成了 這個是一種 創作的過程裡面的 一種越來越理性 那時候 去到 後來出街 那時候 他越來越 他不喜歡他之前的拍攝 那時候的那種動機 他到今時今日 他都說 他說現在想起 你叫他再拍一次 拍續集 他發覺他自己的能力 去不了 因為那個之後 他有一種很蝕 因為整個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他本身的動機 真的會有改變 整個過程對他來說 是一種叫做 以這個記憶來說 不是那麼好受的記憶 所以這個 就算今時今日 你說 喂 給錢你再拍一個 人肉叉燒包2012版 行不行 他說 他自己去不了那個水平 而且就算人生都不同了 你會看到 這個過程裡面 牽涉到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值得思考 他當年拍攝的時候 他也覺得 有什麼問題 年輕人創作 要去一種叫做禁區 但是 因為你發表出來的時候 他會承受 很多很多其他的 有時候未必是別人給你 他自己也有壓力 你一個人成熟之後 你就開始會想 你做的事 尤其是 對其他人 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尤其是 他現在 他有女兒 有兒子有女兒的時候 他會覺得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會看到 有時候這些作品裡面 他走到一個禁區 但這個禁區到最後的時間 你作為一個作者 或者一個電影人 或者一個藝術家 其實都不是一個 那麼好受的東西 所以結果 這些Snapfim 你會發覺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相信是有 但為什麼都不會那麼容易 找到出來 有很多時候 就算做法行的人 都承受著一些 那是不同的 那是很簡單的 Snapfim 你有法律效果 大哥 你要嘗嘗 有叉燒包 那是三級效果 那是兩件事 當然剛才幾圖說的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當你到了一個很極端的情緒 你是要挑戰一個禁區 當時你不會想很多東西 你只想一件事 我怎麼做好這件事 但是當你這個感情 這個熱情過了之後 你就慢慢回想 我做了這件事 對我自己的心理上 是代表了什麼 又對我身邊的人代表了什麼 或者看完這些戲的人會怎樣 那你慢慢的這些問題 你會發現出來 這就是剛才邱禮圖的 經理描述的過程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正是一樣 他的人心理健康 是相當之好的 代表他完全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很陽光 很精彩 幾圖說了這個題目 相當投入 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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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